这座已经斑驳破损的老建筑 看起来已经有相当久远的年代 这是位在于高雄凤山区的 凤山县城椅子之一 城南炮台 除了它以外 整个县城椅子都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修复 近期文化局就编列了3000多万元的预算 展开了整个凤山县城古迹的修复工程 因为其实隔了时间其实已经有点久了 所以说它其实陆续有一些破损 或者是一些缺漏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 有争取一些重要的机会来做一些 比如说包括老古石墙的一些修补 还有就是一些白灰壁纸的修补 以及像我们东福桥 有些木头比较捕烂的部分 我们做一些抽换 还有地砖做一些整平的部分 清代凤山县城历经的时代变迁 现在只仅存了 平城、驯峰、城南三座炮台 东宾门以及东福桥等一致 以及被列为了高雄市定古迹 三座炮台于1999年首次修复 东宾门和东福桥200年修复 距离现今都已经隔了十余年 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林 损坏和老化的速度都相当快 墙面和路面都已经有破损 其实我们凤山县的县城的话 其实是我们蛮早期的时候新建的 其实是在主要在我们的嘉庆 道光年间那时候所新组的 然后其实那时候 其实也是跟我们的 左营旧城有点关系 因为那时候从左营旧城的话 迁到皮纸头这边新城的时候 其实陆续有做一些相关的建筑 然后也做一些相关的修组 所以它距禁大概将近200年左右 看得出来整个遗址都已经有相当多的破损 目前已经为期为理准备开始修补 未来将会针对修补灰白墙面 填补古菇石 以及修补地面 并且栽质绿美化 另外一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还会加装一些灯光 跟监视器的部分 让它就是比较处于 延续它的一些古迹的一些生命历程 工程的话 目前的话因为主要是简单修补 我们陆续会开始做一些修复的工程 然后在5月18号的时候已经开工了 预计是花一年的时间 在明年的6月底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全部工程完成 整个修复工程已经在今年5月开工 将会持续到明年6月 延长保存古迹的寿命 重现古城过往风采 记者孙君高雄报导